今天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 從網路上面去抓 抓這個 這個 從網路上面呢 我們從Yahoo裡面呢 它有這些類股啦 當日行情裡面有這一些 那我是把那個Yahoo裡面的當日行情的 這一些喔 它的網址把它抓出來 那當然呢你可以有一個列表 或者說你動態去抓也可以 只是說用動態去抓這個網址 難度比較高啦 我覺得你乾脆就把那個網路上的 網址先把它下載下來 那下載的方式的話我是 直接先到那個Yahoo的股市裡面呢 把它的那個淵石碼 抓出來之後呢再切割 切成一個類股跟網址 那如果我今天的需求 是這樣的話就我先把舊的刪掉 把底下刪掉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比如說下載當日行情 那可以自動幫我把每個類股裡面的這個網址 自動下載資料 並且新增一個工作表 放資料 也就是說你將來呢 假設你網路上面只要有一個 一個網址 一個比如說一個名稱一個網址 就會自動怎麼樣幫我把這個名稱 當成是將來要新增工作表的名稱 並且把網路上面的這個資料放在新增的工作表裡面 好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那假如說你給他的像我這邊 Yahoo當日行情的類股 大概有這麼多啦 有大概33個 那我就可以一個一個把它下載下來 那延伸的需求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一段時間可能比如說 一天或者是半天或者是一個小時半個小時 自動去抓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寫一個自動的方式 在語論上面有畫面 有一個很簡單 就是自動去抓 然後呢 一段時間就把舊的刪掉 抓新的 舊的刪掉再抓新的 當然你也可以在抓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上漲的你在抓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你可以下一個篩選天 就是抓下來之後的話 把不要的東西刪掉啦 那當然 最最基本的當然第一個就是說 如何批示的把這些網址通通抓下來 這個我想上個禮拜最好 會講到這部分 那這部分其實還蠻實用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有一個這個清單 無論哪一個 其實都可以自動幫我抓 那我demo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按下這個 下載當日行情這個按鈕按下去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發現呢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去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名稱 那名稱依據就是 那個D欄A欄的那個前面的名稱 然後再把後面B欄的那個網址呢 自動去網路上面呢 去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新增的這個工作表裡面 然後呢再換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也就是其實就是跑一個回圈嘛 那實際上喔 當然這個地方牽涉到網路的連線速度 如果你連線速度快的話呢 當然跑的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當然如果你速度比較慢 大概稍微等一下 那基本上它就會自己幫你跑完這些動作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我會自己怎麼樣 自動再把它切回到最第一個 第一個工作表 那目前 OK好 那全部都已經下載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所有的網址 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包含水泥啦 食品啦 塑膠 紡織等等的 自動都幫我下載下來了 那當然呢 你可以下載之後呢 自己再做一個格式化了 但是後續這個地方可以做很多延伸 你可以下載之後 看你如果不需要 比如說我下跌的地方不需要的話 那你可以把下跌部分再做刪除 或者你要只留上漲的當然也OK 那顏色的話自己可以再加上去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先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去寫這樣的一個 這個自動下載的程式 基本上的思考邏輯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的話 你就先怎麼樣 錄製 錄製什麼 錄製那個下載的那一段 那一段聚集有沒有 那一段聚集 錄製聚集先 那下載的方法我講過嘛 就是你可以從插入裡面的那個 我更正一下 資料裡面的那個 從web這邊有沒有 你錄製聚集的時候呢 他會跟你要一個網址 那你就把那個網址 比如說水泥這個網址 把它貼上去之後 再去 可能你就先 跟人家 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先把舊的刪掉 你錄製就先新增一個對不對 新增一個之後的話呢 然後再把這個網址 裡面的資料呢 把它做一個資料 從web 然後把這個網址貼上 有沒有 這個網址把它貼上 把那個網址貼上之後的話 再做那個下載資料到到新的網 這裡面就對了 那錄完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 那最後再把它結束掉 結束掉之後 我再做修改 其實實際上這邊 我這邊 我把最後的完成的這個程式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沒有幾行 而且這些應該大部分前面都講過了 我把字稍微再放大一點點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錄完之後 應該就是這個 WIS這個 下載資料這一段 這一段 WIS到WIS這一段 實際上呢 就是下載這個 網路的資料 那其實你會發現 UIL後面這一段 UIL後面這一段 實際上就是 一個 一個網址 那實際上 我就把這一段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變數 那我這邊就多了一個Y 這個Y的話呢 就是從什麼呢 這個Y的變數 實際上就是什麼 從B欄裡面 B欄哪一個 當日行情這個工作表裡面的B欄 去動態的先撈資料放在Y 然後呢 再幫我把這個值放過來 那這樣的話呢 不就可以變成動態的了 對不對 然後呢X 這邊有個NAM NAM的話是X X從哪邊呢 就是A欄 所以A欄的值給那個X 然後B欄的值給Y 那這個時候 因為我需要怎麼樣呢 每一次就向下向下向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應該還記得就是用回圈嘛 For I 等於第二列 在當日行情的哪裡呢 這個地方是自動去抓最下面一列嘛 就當日行情的那個範圍裡面 我就自動怎麼樣去把從頭抓到尾 所以這個地方指的就是說什麼 指的就是我們的這個當日行情的這個工作表 那我要抓的範圍就是從哪裡呢 從第二列一直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那這個回圈範圍就定義出來了 定義出來之後的話 我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把X抓出來 就是類股名稱 再把Y抓出來 網址 然後呢 給什麼呢 給我們剛剛錄下來的有沒有 這一段程式嘛 那修改兩個地方 我剛剛講的這兩個地方 其實關鍵就在這兩個地方 這個Y跟這X 所以以後你們要改這個程式也是OK的 其實實際上這個部分是錄的 然後呢 這個回圈外面的回圈呢 是我們自己寫出來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然後這一段也是錄下來的 這個應該前面有講過了 應該看得懂 add add就是什麼 新增一個工作表對不對 新增在哪裡呢 新增在最後面 新增在最後面 然後呢 名稱的話呢就是X X指的就是比如說我這邊的類 那個類股名稱嘛對不對 然後也是一樣 因為我要新增一個工作表 給他一個名稱 在下載資料 下載到哪裡呢 下載到這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OK 這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然後呢 因為A欄我不需要 所以刪掉A欄的方法就是colons colons就是一個欄 哪一欄呢 A欄把它刪掉 然後呢 因為下載的資料 也許那欄寬不對 欄寬我要自動調整的話 那我就讓它A欄到L欄怎麼樣呢 自動調整欄寬 Auto Fit 這個我想前面也做蠻多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這個用法不難 前面是物件名稱嘛 哪一個colon 然後呢colon的範圍 A欄到L欄 A欄到L欄 然後呢 它後面加一個方法 叫做Auto Fit Auto Fit就是自動調整欄寬 它會自動幫我去調整欄寬 然後呢就NAS NAS之後的話呢 就回到什麼 第二個 所以呢它的流程是水泥 有沒有去抓網址 抓下來放在新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刪掉A欄 自動調整欄寬 再抓下一個類股 再抓下一個類股 那這樣的話呢 只要你將來有一個總表 那個表就是名稱網址 名稱網址 網路上面的所有資料 就通通可以怎麼樣 自動的幫你抓下來了 OK 所以這個步驟的話 我想第一個你就錄製聚集 就上個禮拜講的 然後這樣子 最後呢 全部跑完之後 就回到續著1 續著1的話呢 當然就指的是第一個工作表 點slate 就回去了 就完成了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再順一點的話 當第一次跑的時候 剛開始跑有舊的嘛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舊的刪掉 那因為我在按下去之前 我必須把舊的刪掉嘛 這個地方 所以我按下它之前 我先把舊的刪掉的話 那這個前面也講過了 那如果把全部的都刪掉 那這個部分的話 3我就寫在前面 就是for i 等於 3的話 我建議各位 你用3的話 就從後面刪回來 後面刪回來 比較保險 列也是一樣 如果你下面的列要刪的話 建議從最下面那一列 慢慢往上刪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需要一個反續的回圈 反續回圈就是step-2 就是說 負的從最大的慢慢慢慢刪到最小的 ok 所以基本上跑完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要讓它不閃動的話 就加一個 application.screen 等於 這個updating 等於false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不過感覺上呢 如果是這個會閃動 不過不閃動會怎麼樣 不閃動的話 就是說它會一直 它不會切過去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 它沒有那個切的感覺了 可是最後完成之後 你就會看到底下就會有很多的 這個最後的這個下載的資料出現了 那時間上面大概會快一點點 不過就是會變成一繞圈圈 它不會顯示 所以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於false的話 那這地方的話 它就會把資料下載下來 不過這邊稍微等一下下 ok 那這部分 各位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在那個 我雲端上面這邊有一個 當日行情表的一個csv檔 那這個csv檔 實際上就是 我們剛剛那個總表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csv檔 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下載下來 那打開之後的話 就是我剛剛那個總表了 你可以把這個下載下來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上面有一個鍵 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我剛剛的sauce 如果你要重寫 花太多時間了 所以我把那個 我剛剛寫完的sauce 擺在這裡 如果各位 等一下可以run一下 下載那個總表 然後再把sauce打開之後 打開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貼到那個 這個我剛剛寫的程式碼 會顯示出來 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上個禮拜 最後講到的 那實際上就是配合幾個重點 第一個 如何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第二個就是如何批次去什麼 新增 所以關鍵在這個add add有沒有 那第三個就是 如何批次去刪除 刪除舊的工作表 批次刪除就是這邊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活的範例 然後其他的 我的程式碼大概就放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